一個自學在家自學非常成功的典範 那因為我最近在家裡 自己整理這書櫃 我發現他媽媽以前寫的書 還有包括當時死暈了 是寫的書 我家裡竟然都有 所以真的很不容易 我當時是一個發發的心情在看 人家媽媽所寫的書 所以我的年紀應該 應該是很大的 廢話就不多說 我們真的是非常開心 那政委他是 學問非常廣播 各方面你各方面的問題你都可以問吧 不是侷限在我們書位 國有文書位教學這方面吧 那甚至是你想得到的 你心中所有以後 都可以請我們唐大師來解候 熱烈 掌聲歡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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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大概一小時左右的時間 大概到4點7分左右 相信大家剛剛都已經有掃Slido了 如果掃不到的話 也可以收到輸入Slido.com的1215 不管是掃碼還是輸入這個網址 都會到同樣一個可以匿名 或者聚名提問題的地方 按讚的數量越多越會跑到上面 最多的我就會優先的來回答 但是在這個小時的任何時候 只要舉手 舉手我們這邊有數位麥克風 就好幾位麥克風的意思 大家可以一起對談 舉手的優先順序是包括螢幕上面的按讚的 以上就是我們的Slido的結構 應該OK嗎 OK的就開始 第一個是何俊儀老師 對2030雙語國家政策的看法 這個應該是問公明信公正文 我是唐正文 但是我自己個人對於雙語國家的理解 這個雙語它不一定是值得特定的 就是拿兩種語言 我自己對它的理解 是一種我們可以在 好比像說英文 然後配上本土語言 或配上國語的狀態底下 然後可以理解 像我們看很多Netflix或什麼 網路上面是反過來 它是在英語或是法語或是跟什麼語言的環境下 那我們再配上中文的字母來理解 像這樣子的一種混合語言形態 我們如果看新加坡的話 其實他們就是隨時都是這樣 就是結上任何兩個人遇到 他們在討論的那一個領域裡面 他們雙方覺得這個領域比較適合用英文講 就會出現很多英文的詞 但是如果他們是日常生活中 雙方有另外一種語言可以的話 那它可能是用英文的這個文字 但是他們對這個英文文字的時候 講的是另外一種 就是他們雙方都能夠講的另外一種語言等等 那是一種比較自由的切換這種能力 當然也被人說是Singlish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Singlish 那個狀態也許是很自然的一種狀態 因為我們現在如果是比較學術上面 就是需要翻譯都沒有問題的那種語言用法的話 其實機器學習已經可以把性打壓裡面 至少新的那個部分已經做得還不錯了 所以我們如果是只要對就是一種語言 我們不怕去使用 甚至不怕混合時的去使用的話 那其實真的要想要再多學一點多學一點 正確性好一點等等 就沒有像我自己以前學的時候 好像老師都覺得說 你拼字啊文法啊什麼都要百分之半 現在你拼字文法就算是百分之四十 那只要丟到一個隨便AI的 那個GPT3啊什麼模型裡面 他立刻就把你拼字文法百分之半的情況 你甚至不用手動去修正拼字文法 所以另外一部分就是善用這些諮詢工具 那這些諮詢工具 那小道我剛剛講到的自動翻譯 自動文法檢查等等 大道好比像說像duolingo 這種讓你可以一下子就進入雙語環境 用任何語言來學另外一種語言的 這樣子一種教學的符句 我覺得這個都是大家可以就是比較 在日常生活當中就覺得說 欸這沒什麼可以使用 那語言是這樣就是跟電腦程式語言一樣 就是你學越多種 你學下一種就越容易 所以在就是大家盡可能就年紀小的時候 有一種就是欸那我學到三種語言 包含本土語言 母語 新住民的語言 原住民族的語言 沒什麼的這種感覺的話 那我覺得之後對我們真正變成 就是我們所謂的國家語言發展法 裡面二十種國家語言的情況 我覺得是比較有利的啦 所以這是我自己的take 以上發言不代表廣發會見解 但是我自己的學習歷程 就是一向都是這樣子 我英文是非常非常晚才學 大概十四五歲才學 我英語是大概二十歲才學 對那但是因為我前面已經就是掌握 可能三四種自然語言 可能五六種電腦語言 所以對我來講就是 那需要再學就可以了 那我覺得比較像是這樣子的態度 好 那如果沒有舉手追問就往下 成功的自主學習需要強烈的動機 那一定的看法 提高學生動機的關鍵是什麼 那一起十年之後 台灣的教育應該是什麼樣子 對那我覺得提高學生動機的關鍵 大概就是五%以上 應該是這個學生他所學到的東西 可以立刻對旁邊的人造成正向的影響 就是我們所謂的就是Social impact 或者是Instant gratification 就是說立刻他就會有一種 還會做出貢獻的那種感覺 那主要原因也是因為 我們現在在教學的現場 我們不是只是學生跟我們而已 很多時候學生有他的評判 我們知道明年也有一個 大家可能有一點錯的政策 也是那個聲聲用評判 本來有網路的那個政策 那所以就是不是只是老師跟學生 也還包含剛剛講的這些教學圖具 這些教學社群等等這些 都是學生可以隨時去碰到的資源 那他在這些資源裡面 不管是在寫程式的時候 scratch 隨便改一個顏色 改一個主角的名字什麼 他在minecraft隨便自己看兩下 辨出自己的一個城堡來 那或者是在所有其他危機百科 隨便改兩個字 那他就可以幫忙 貢獻到人類的知識裡面 開放階途 他可以把他自己旁邊的這些設施 稍微建模建點之後 這個寶可夢又可以多抓一個地方等等 那以上這些都是他只要花一點點的時間 可能兩個小時到兩天的時間裡面 他就可以去影響他周遭的同侪的這個共享的現實 那這個跟我們以前就是說 那要等你長大啦 有投票權啦 或怎麼樣 才能夠來出社會啦 才能夠來影響時間 是很不一樣的 現在的小孩 就好像是他們看到螢幕如果不能畫 不能互動 他們會覺得螢幕壞掉一樣 他如果真的是這樣子 那就同樣的狀況 就如果他發現有一個交財銷法裡面 他自己沒有能夠參與做出貢獻的地方 那很容易他的處理就被別的東西去搶走 這樣 所以這個時候就instagram gratification 而且是對他旁邊的同學有正面的影響 這個就非常重要 我決定 好比像說今天大家有South Idol 那就是我把大家的手機的瀏覽器 有點那種承收過來 因為大家就是聽這種一小時的演講 大概到半小時的時候 一定會恍神 這個是一定的人性就是這樣 但是這個時候呢 大部分人如果有社群網路使用習慣的話 那很衝動的反應 就是他會想要找個什麼東西按讚 然後稍微刷一下 這個發個廢文什麼東西 然後去確保說 那這個自己就是有做出貢獻 然後又可以再回來去做本來的事情 但是如果他是在他自己的那個空間裡面 他的instagram dcard或什麼裡面 他這樣懷懷 對旁邊的人是有負面的影響 因為旁邊的人就會被他的注意 注意力會被他吸走嘛 那就沒有放在我們在討論這件事情上 那slido等於就是 給你一個 這個很棒的這種刺激 就是說 那你按讚的這個時候 他能夠影響到你旁邊的人 接下來好像俄羅斯方塊 下一個方塊會掉什麼是可以由你決定的 那這件事情就比較有趣 比起你知道instagram 稍微按個讚不一定會影響到別人 poker或你不一定有人會理你 但是按slido按讚是立刻就有用的 那有時候我們會看到slido那個最新留言區 就大家在手機上面就開始聊天起來 變成好像正常能量示範這樣子 但是這個情況下 大家還是聚焦在我們目前highlight 高亮度的這個題目上面 那這個情況下 我們就發現說 他又有instant gratification 他又是pro social 就是前社會對旁邊有一個正面的社會影響力 所以我是蠻建議 就是透過像slido這種 它不是取代面對面 而是讓我們面對面 可以更清楚的知道彼此真的聚焦的狀況是什麼 那這樣的話 每個人的動機對旁邊的 都會有正向的增幅的這樣子的作用 那再回到下一個問題 是說十年之後台灣的教育應該是怎麼樣子 我常常會覺得說 我們現在是在一個轉型期 就是我們還是教育者 那但是我們已經越來越把 學習的主動權還給學習者 尤其是在暑假前兩個月 大家倍數為轉型的那兩個月 那大家就發現說你隔著視窗 根本不能夠阻止他開閉的視窗 事實上 如果你不引起他學習動機的話 他飄到哪裡去 你是完全沒有辦法知道的一件事情 那但是未來這個會是常態 因為大家就算沒有疫情 大家都會發現說 我在共享實境裡面 像剛剛講到Minecraft 什麼裡面 那真的是比較好玩嗎 它真的比較多這種學習動機 那我們的工作就變成比較像是 經營這種互動的場域的空間的設計師的工作 而不是在裡面好像 就是我們腦裡面有標準的答案 或者標準的路徑或什麼 然後就帶著學生一定要走我們自己的軌道 我們反而比較是給他一堆Minecraft裡面的磚塊 讓他自己去規劃出自己的跑道 然後一轉身 他就按照電影贏在起跑點上 因為那是他自己蓋的跑道 沒有人把這個跑道 那所以就是世信仰財 我想這個是我們在做總綱的時候 當時是覺得說 我們要包含大考中心的這個素材導向命題 包含家長對於文化大學很多制度 放到高中的接受程度 包含這個對於技術高中的重新定位等等 這些都是底下的配套 但最後想要做到 就是剛才要把學習的主導權還給學生的狀況 所以再過十年就表示是說 有我們新課綱的這一輩也慢慢開始成為小學生的家長了 那這樣子我覺得是 他們是特別能夠接受這種 把主導權盡可能全部還給小孩的這樣的狀況 還在往這個方向的路上 希望看到這個問題 那有新聞朋友們說 在民族峰會裡面 提到台灣近來致力於這個Media literacy 應該是說Media competence 就是media素養 那試讀是上個版本的課綱 但無所謂 Literacy是最基本的 就是說你看的時候還要看得懂 而且可以有自己的見解 那Competence是說 你除了看之外 就像剛剛講到 你可以二創 可以共創 可以分享出來 就是是一個Maker and Remixer的狀態 那所以以前Literacy的概念 比較是說廣播或者電視 那最多就是你看的時候可以Call in 可是Call in也不一定Call in的進去 但是現在就每個學生 只要手機四桌就上網吃到飽 他們自己很多 他志願已經是當YouTuber 也就是說當製作人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每個人都需要 作為一個媒體人的那種素養 而不是只是看媒體的那種素養 對 那所以這裡我們如果把它叫Literacy的話 那這邊的話 我們暫時是把它叫做Media competence 就是直播的這種核心能力 那所以這個問題是問說 在閱讀五號八門 增加南電的新聞跟資訊的時候 應該要怎麼樣 批判思考的媒體適度能力 身為教室 應該要如何引導學生學習 那我有一個很具體的建議 就是盡早讓他參與新聞工作 那但是新聞工作 當然不是說他全職的去做這件事情 可是舉例來講 像真的假的 這個就是有跟很多國中小朋友的合作 就是說有一個最新的 就是目前在Literacy上面最多人傳的 R值特別高 平均一個人傳三個人或四個人 最新的變種病毒是病毒 心靈的病毒 那總之就是這些假訊息 那不一定是假的 可能它是Going Viral 是真的也有可能 但是它的重點是說 人人都是判斷者 每個人都可以共同協作 來呈現這個多元的觀點 而且就像我剛剛講到 就是說如果你的學生 在媒體系統特程上面 貢獻進口範圈群的話 那他們的家長 好比像說我媽整天 在Line上面收到一些東西之後 他現在都已經會自動貼到 這個地方 或者是轉嫁到這個機器人上面 那這個機器人就會自動去看說 這些群眾查核 有沒有最新的這些 這些謠言的澄清啊 事宜啊等等 那它就會及時的收到 而且不是只有在真的假的這邊 也包含我們的趨勢科技 有一個叫防炸達人的Linebot 包含我們的Husco 還有一個叫美玉儀的Linebot 然後好像還有很多這個台灣市場和中心啊等等 那都會一起在這邊去讓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那濫家公司我覺得也是非常支持這樣子的行動 所以他就一次跟包含真的假的 在內的四個查核的合作夥伴 那一起做了一個即時的訊息查核的這個儀表辦 包含最新的澄清 所以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讓學生知道說 不是只是看這些東西 而是我們也可以參與 反正疫苗的研發抗體的研發這樣 不是只是比較被動的戴口罩清洗手段 那個也很重要就是看的時候 生物其實在決定要不要轉傳 那而是說那我們也可以去把它裡面的這些 就是Going Viral的 正在病毒式傳播這些不實訊息裡面 那些核心的一些訊息 然後我們自己把它重新包裝 然後寫成一個澄清稿 或甚至一個很好笑的一個幽默闢謠的一個梗等等 那這些都是學生可以展現他的創業 而且對社會真的就非常有的價值 就好像疫苗的研發者那樣子的貢獻的地方 那這樣子的話他們就會開始了解說 一個新聞記者在Newsroom裡面 他自己必須要做到的一些新聞的素養 怎麼樣做框架性的framing 怎麼樣去平衡報導 怎麼樣去確保說他的來源是可靠的等等 那這個時候他就會發現說 Journalism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 有點像是公共衛生之餘流行病一樣 Journalism就是新聞工作新聞業 其實就是這個專業 所以就像公共衛生對峙這個身體的病毒一樣 新聞工作就是對峙這種心靈的病毒 所以就是盡快貢獻盡早貢獻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重要 那有時候有可能問說 如果同理國中小校園裡面的跨性別學生 或是老師 還有兩個問號 所以表示這個真的很有疑問 那或者是如何營造友善的性別環境 這應該不是標準不要戀附 就是標示真破格的疑問 我想最主要的還是讓大家都有一種安全空間 安全的感受 那像我們最近我們的就是聯署平台 國法會的中英平台上面 也有好幾個就是對於就是 特別是性別友善的空間 那他不要去排擠到單一性別的空間 的這樣子一些訴求出現 那我覺得這是非常棒的 所以像我自己的辦公室 在任何路三段主義者號 社會產生實驗中心 那我們當時在重新蓋的時候 就參考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的那個建議 那所以我們事實上是擴建嘛 所以我們在一樓那就有男側有女側 然後有另外一側有性別友善廁所 然後有同用的五障礙的廁所這樣 那所以這個時候就大家都是很舒服 就是任何人都有安全空間的情況 而且大家就會發現說 那你如果願意走進性別友善廁所的話 那你排隊的時間可以減少到一半左右 但是如果你不願意的話 其實因為有些人分流過去了 所以你排隊時間也減少了 可能沒有減少到一半了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說 不要造成一種好像肉肉相殘那樣子的情況 而是說透過這個空間的公共規劃跟爭取 那我已經很高興看到各個地方政府 都拿建議員所的那個標準 現在都開始有領領這些空間的規範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正向的事情 就是讓大家知道說 這個如果你就是更能夠同理一點點的話 那就比較不用排隊 但是如果你不太能夠同理的話 那也沒有關係 就是你還是有你的專屬空間出現 那我覺得像這些就是重點不是它的那個規範怎麼寫 而是在日常生活中露實的時候 怎麼讓大家都有一種一致被尊重的這種感覺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那下一個也是很類似的問題 各位朋友們問說 國文科在國中講的課程的結束佔比是相當高的 那如果國中講的老師本身孔同 就是可能對這個同學連有些歧視 那或者是反對性評的教育 那請問如何改進或者精進學生或者老師的這種性評迷失 其實我覺得最主要就是我們說性別主流化 就是這是一件沒什麼的事情 就像我自己小時候大概七歲的時候 當時因為我是左手寫字 然後左手寫沒有多久 然後就被不管是我的國文老師還是我的家長糾正說 一定要用右手寫字 不然墨跡會沾到手還是 反正他們就是發明了很多 就是我應該就很荒謬的理由 那但是後來 後來當然我也試著用右手寫字 我現在還是就是用右手 但是因為字跡就非常沉 而且寫得很慢 那所以我就開始覺得說寫字 是一件不舒服的事情 那所以我到八歲的時候 就開始完全用電腦打字這樣作業 然後就用印表器 這種酒針印表器 印出我的國文作業 這樣真的很高興 我的三年級以後的國文老師 願意我用這樣的方法教作文 那因為兩次手打鍵盤比較快 所以可能因禍得福 我的意思是說 到了今天當然你如果有左力的學生 你一定不會要求他 你只能用右手滑手機 不可能嗎 你自己也是用左手滑手機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現在已經沒有這麼大量分別了 因為我們這樣子的空間 互動空間 已經設計成所謂的同用空間 就是不管用左手還是右手 其實是一樣好的 那如果有些不是一樣好的情況 其實現在可能想像 有什麼不是一樣好的情況 即使是書法課啊 這些應該都有一些調整的方法了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會去說 這個是 norm 就是社會常規 那如果我們現在還看到一些 讓左手跟右手人 覺得說 很受歧視的情況 我們絕對不會說 這個要有歧視 或者要有恐懼 或者怎麼樣 我們是說 那我們就要來檢討一下這個空間 那下次一定可以做得更好 我們對自己 已經有這樣子的信心了嗎 所以我覺得這個概念 就是所謂的intersectionality 就是多元交織性 就是每一個人都有一些 像我用左手這樣子 在相對少數的情況 但是少數未必是弱勢 那同樣的我們自己有一些 可以相對強勢的情況 那但是強勢的情況 如果你用你自己 在弱勢的情況之下的經驗 去同理其他也在你的強勢 然後別人的弱勢 裡面的人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把少數 變成不是弱勢 因為你可以用自己的強勢的經驗 在你少數的地方去設計 那我們就像那個建築研究所 是很強勢的專業對不對 他就去跟所有的大學校園 等等去討論 到現在已經有超過一半的大學校園 那邊的洗手間以及其他的空邊 是按照建築研究所的那個標準來設定 所以他就可以不是視角凌弱 而是說這個 他自己有那個弱的感覺的時候 他把這個少數的情況下 透過他的強勢能力變成 之後所有這個少數的情況的人 都可以在一個通用的 就大家都感覺 一樣被照顧的情況之下去做到 那所以我覺得主要還是要先讓他去找到一個 他自己的類似我作者寫字 他那樣子的一種比較弱勢的少數 而且有非常互動的那樣子的經驗 那之後透過這種多遠交織的急轉 那他就比較願意用同樣的方式 在他自己也不受威脅的情況之下 能夠確定要接觸其他狀況 比較不一樣的朋友 現在我問到這個問題 那Tina跟八位朋友問說 要怎麼樣教導學生提取關鍵詞 我覺得最主要的還是去看這個關鍵詞 怎麼樣去應用吧 我自己現在如果要教關鍵詞的話 我最常給大家看的就是 不管在Twitter還是在其他地方 最常用的或Google Trend等等 就是所謂的主題標籤 就是現在大家正在用怎麼樣的 簡號標籤在描述自己正在做的事情 那這個特別在英語語系裡面 這個像trending hashtag 這個是幾乎大家都已經接受 就好像今天的天氣一樣 是一個社會物件這樣子 那當然我們在中文的語境裡面 現在在台灣 尤其在Facebook 很多人是把那個景字號 當作畫重點來使用的 就是它不真正意義上是關鍵字 它其實是因為沒有粗體可以用 我把它當粗體用 這個情況 對 那但是當然語用是不一樣的 對 但是就是說即使是那樣子 你也可以找到一些比較短的關鍵字 然後去透過這些關鍵字 來探索來認識人 那我覺得這個比一般的social media要好 是說一般的social media 它的演算法會去猜測 就是你對什麼東西會按讚 而它跟這個 它的字其實是比較沒有關係 它的圖片會不會激起你的情緒反應 或者有多少人按憤怒 所以它也推定你會按憤怒 然後在憤怒的情況下 會衝動買很多廣告什麼東西之類的 所以就是說還有它一套邏輯 但是在那套邏輯不作用的地方 就是關鍵字跟全文檢索 就是如果像我自己是因為Facebook那邊搶 是我用外掛把它全部都取消掉 所以我在Facebook上面是完全看不到 也算法製造出來的東西 所以我全部都是用關鍵字跟全文檢索 在用Facebook這個地方 所以這個情況下面 我就必須要是透過關鍵字來找到最新的貼文 透過這些最新的想法 然後去找到更多的關鍵字 然後再從這些關鍵字去了解更多的想法 所以就沒有參與人數裡面打臉的那個部分 都是參與大數的那個部分 所以我是覺得這是一個 也許大家可以想想的做法 就是把這個很容易去讓小孩分心的這些社交媒體 透過像hashtag或全文件做這種方式 讓他是比較串針引線的去使用 在一個功能主題底下去使用 而不是說一定要按照整個人 然後底下的留言 這個話大家全部的力氣去使用 那這個也許是一個可以想一想的一個做法 我自己是這樣子做的 有八位朋友問說 如果你是國中小老師 如果交到公民的性別平權這一章的時候 我就想要告訴學生的三個重點是什麼 其實我沒有這種想法 然後其實比較都是他想要問什麼 我就即時解決 就像今天開slide 我也沒有說這個 我回答大家問題以前 我的三個重點想要告訴大家 我完全沒有這樣子講 我是完全完全按照大家的需求做需求反應 那主要原因也是因為平權的這個概念 它並沒有一套標準的講法 完全是看這個學生 他自己第一手經驗裡面有沒有受到一些injustice 就是他自己覺得他權利受到的侵害 或者是說他有沒有警覺到他有一些privilege 就是他的一些動作可能會侵害其他人 那在那個情況一發生的時候 你對他做機會教育 這個才有可能記得住 那如果只是很抽象的講這個什麼黑人白人南非什麼之類 他自己如果沒有類似的經驗的話 那就幾乎等於沒有講的這個情況 所以我覺得說我們可以講基本的概念 像平權的概念等等 但是我覺得尤其是國中校的這個情況 他本來就是對於性別 對於人跟人的互動什麼 有非常多的好奇心 所以應該是我們去配合他當下那個好奇心出現的情況 然後用一種他可以接受的方式去做機會的教育 那我不會覺得說好像有什麼他腦力 你要裝某三個概念 那我才能夠去跟他討論的情況 所以不好意思 這是目前唯一我沒有回答的一個問題 對 因為我就不是這樣子想教學 那有班尾的朋友們問說 數位時代其實對每個科目都有非常大的衝擊 但是中小學缺乏資源 包括教室培訓的資源跟軟硬體的資源 那其實很難讓小孩子迎頭趕上 那當然資訊爆炸也會造成對於傳統科目的排解 那對於前瞻200億所謂班尾的網路深深有平板的規劃 有什麼樣子的看法 雙雙用平板 就是不一定是有平板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差別 對 有平板的意思是他可以帶回家 然後或者是他可以把家裡的平板帶來上課 但是我們都知道這個會造成摩擦 還蠻大的摩擦 事實上 那如果他家人都是也會玩Minecraft的話 那是就沒有摩擦 但是如果不是的話 那就會變成是說 就是小孩沈迷於看書 那家人可能會覺得很棒啊 多看啊 閱讀啊 學習啊之類的 完全同樣的內容 讓小孩在平板上面沈迷 那除非這個家長知道這個小孩在幹什麼 不然他就有一種他跑進一個 我沒有進去過的世界的那種感覺 就算他都是完全一樣的事情 所以這個要讓大家接受 我覺得不能夠踏不到啊 不能夠應推 所以就是深深有平板的那個部分 就是他帶他自己的平板來 或者學校每個人發課他回去 以我的理解是在就是偏向 或者是就是一個家庭還多個小孩等等的 情況比較優先 那他們可以透過整個班級 或者是那個小孩的老師 他的教法已經準備好了 那他來提出申請 那變成我們的pilot 就是一個先導的這個實驗 這是有平板的部分 那其他的部分都是用平板 就是整個學校有六分之一的 相當於六分之一學生人數的平板 那在特定的科目裡面 當老師發現說 有這個平板可以解決我一個痛點 舉例來說 我要教一些需要那種3D 影廂的地理或者歷史的這些課程 那這樣子的話 讓小孩有種融入式的情境 那我一開始就比較容易進入這個狀況 而不是講的都是很抽象的東西 那或者是說 要教一些剛剛講到的雙語 但是可能是新住民語言 原住民族語言 等等這些語言 那這個老師自己說不定 他聽得懂 但是沒有辦法那麼快速的回應 每個學生的這種問題 那所以這個情況下 有這樣子的教材 在每個學生的評判上面 就可以幫老師處理到很大的一部分 包含在一個語言學習圈裡面 即時的提供文字的定義 或是提供一些 就是聽了這個聲音之後 自動變成那個語言的文字 然後把相關的圖片交出來等等 那這些譜句當然是非常有幫助 因為老師畢竟不是萬能的 不可能聽到每個都可以知道是什麼等等 但是那是當這個學校的這堂課的教法 能夠充分的運用這個平板上面的東西的時候 那才會在那一堂課裡面做到神聖用品感的情況 但在此之前我們並不會強迫說 好像明天開始就不准帶書包 那這樣子的情況 那雖然有一些國家是那樣子推的 但是我覺得以台灣實際的情況 是不適合這樣子推 只不過我們在院會也有這樣發言過 那所以後來是 就是因為我剛剛講的 比較的彈性磨合資源 有pilot大家能夠接受 找出一套磨合的方法之後 我們再逐步活動的這樣子的方式 來推這件事情 那才比較不會變成好像找老師的麻煩 而是我們的目的 是解決老師的痛點 解決老師的麻煩這樣 那另外一個很想要講的就是說 我們不一定是要 就是對每一個傳統科目 是說它用傳統的方法 用只有新興的科技領域 寫程式什麼東西 用新的方法 很多所謂的傳統科目 像我自己最近這個 因為有一個出版社要出新的一本訪問我的書 那它希望我把這個 我以前環遊世界的時候 這個租過哪些國家等等的那個 旅遊的那個地圖畫出來啊 那所以它一定要手繪稿 所以我後來就弄了一個手繪稿這樣子 那但是我為什麼提這個 就是因為用手去描圖 然後又要類似一筆畫 這樣子在那個書的非常小的篇幅裡面 那其實是不容易的 那我的地理已經全部還給地理老師了 所以我當時就花了一些時間 去看Minecraft那個世界裡面的人 在它的解析度有限的情況之下 是怎麼呈現這個地圖的 後來就發現說 有這種新的這種投影的方法 它可以讓所有的路快 大家盡量都不施政 但是讓海洋很施政 這樣一種做法 那然後我就去描那個Minecraft裡面的圖 然後這個大洋洋先生就可以 就畫得比較像等等 好今天不是地理課 但我的意思是說 所謂的傳統科目 它也在這種新的共創的社群的協助之下 大概真的很多時候 它是用可能文明帝國 來了解一些歷史上面的概念 用Minecraft來了解一些地理上面的概念 這個是小孩日常的生活裡面 本來就會碰到的事情 所以與其說 這些事情是在擠壓它的時間 不如是說 類似像我們現在用Slider一樣 就是我們就挑 我們自己也舒服的部分 然後說 那這個就進入我們的課堂 變成我們的課堂 就是啟發大家學習動機 等那一環 那這樣大家如果玩遊戲卡關 那老師還可以陪你玩 這樣子的情況 對所以就是說 自己要也覺得有Enjoyment 就是自己玩也覺得很好玩 那個是很重要 如果不好玩 那你硬逼著自己玩 當然學生都會感覺到 那這樣當然就 沒有辦法拉近距離 那但是我想是很容易 大家都可以找到一些 就是對自己是 也有吸引力的東西 然後可以分享給小孩 好 那正信國中 我想要問說 她說您好 以前為代表畢業校 柏林教師提問 兩個問題 第一個是說 對於學生的自主學習 老師們普遍有的擔憂 是說學生沒有自學的動機 或者學生對於自學的動機 只限於感興趣的有限而已 請問這樣對於這個部分 可以提供什麼意見 讓老師們參考 而且二 學生在進行網路諮詢搜集的時候 如果沒有辦法 分辨網路上面的諮詢優劣的話 你們今天應該要怎麼應對 網路上面的諮詢優劣 都是非常好的問題 我想第一個最重要的就是 讓她能夠做出她自己的遊戲來 就是剛剛講到 那種maker competence 的那種型態 因為當你玩遊戲的規則 完全是別人決定的 完全是別人設定的的時候 那其實確實這個玩遊戲 本身它不empowering 因為你沒有一種 就是出了一條同學心的知識進去 的那樣子一種動機 但是如果這個遊戲裡面 有創發的部分 就是說我們說 User Generated Content 使用者產生的內容的部分的話 那這個時候 就是關於她的自我表現 不管是說 像剛剛講 Scratch 很多小學一人年級的學生 玩Scratch 最常做的一件事情 不是從頭寫任何東西 而是她在Scratch 那個Gallery裡面 找一個很好玩的遊戲 類似超級瑪麗什麼的 然後把主角連換成自己的 這個也是很棒 因為在上面 它是沒有著作權的問題 它是CC秀權 是開放緣馬等等 所以說你就告訴小孩說 你並不是每件事情 你抄過來都是抄襲 存在這樣子一個叫做 創用CC 叫做開放緣馬的社群 是完全歡迎你抄襲的 那你抄襲過來之後 改成自己的東西 那你只要著名原出 原作者等等 這個就是節省你創作的成本 那如果他是把主角連換成他自己 把那個主題曲換成他喜歡的歌 把那個背景換成他喜歡的顏色等等 那就算是敢一兩行 你都要鼓勵他 就發布出去 那發布出去之後 他的那種作品 就變成別人的素材 這個時候他就可以很容易交到 全世界的朋友 所以我覺得這種開放的 二次三次創作的這種社群 本身也是一種遊戲 但是他就是在遊戲的規則的 共同制定者的這個層面 那在這個層面 其實就有非常多自主學系的可能性會出現 因為他會知道說 那我也要學關於地圖的地球的投影 不然我怎麼在Minecraft裡面 就是把我們的居住的城市 或居住的星球表現出來等等 那這個時候他的自學動機就會非常多 那不然他動機再多 跟玩這個遊戲是沒有辦法對接的 所以我具體的建議就是去找 有共創的能力的這些遊戲的場域 然後自己玩一玩 然後也推薦給學生 這樣 那第二個問題 我也是覺得 這並沒有標準的答案 其實最主要的 對我自己來講 就是先帶著一個問題 然後用一個關鍵字 用這個問題 去跟這個網路上面的資訊對話 那如果自己沒有帶著一個心理 覺得我有一個Purpose 就是一個目標 你的目的使命的話 那只是說 那進來什麼我就花什麼 那這樣當然就非常容易就是 一下看到什麼 神臟科醫師 還是交流道口 還是大腸癌 還是泡麵 還是什麼東西 然後就被這些訊息帶著走 就不知道跑到哪裡去 就等於全部都是雜訊的這個情況 所以一開始有那個 我們說PBL Purpose Based Learning 就是我懷著某個好奇 疑問目的 這個是最重要的 我自己在國中院級的時候 開始自主學系 就是在當時的杜惠平校長保佑之下 讓我可以完全不用去上學 全心全意做研究 就是因為當時我是非常在意一個問題 就是為什麼素不蒙面的人 很多是很多大學的教授 有這些老牌的科學家 那他完全沒有看過 我只是因為我一封一沒有寫過去 那他不單就願意跟我分享 他最新的研究跟見解 那甚至我們就開始聊到什麼 他太太翻譯的詩 什麼之類的這些東西 就是就好像最好的朋友那樣子 但是事實上我們這些 兩三封信而已 那面對面的話 反而要比較久的時間 才能夠到達這種 就是比較深入的討論的情況 所以這叫SWITH TRUST 就是隔著螢幕看不到臉 為什麼反而更快速的彼此信任 但是如果在某些場域沒有設計好的話 SWITH TRUST 就是最好的朋友一言不合 就互相封鎖 解好友什麼之類 這個也會發生 所以網路為什麼有這種 跟面對面很不同的特質 那時候我當時很感興趣 可是因為沒有一個專門的學們 當時網路社會學也還沒有完全出現 那我也沒有很確定說 到底應該看什麼書 所以我唯一的做法就是我必須創業 我必須做一些像C2C拍賣等等 這些平台實際透過創業的過程 跟經營這樣子的空間 來知道說 怎麼樣子讓大家可以 真正的在網路上面去鑄成呼吸 那這些都是學校不可能教我的這個部分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有這個Purpose的話 那當時我們在網路上面 所有這些研究者的這些文獻資料 什麼東西 對我都非常make sense 那我也很容易分辨它優利 因為我可以按照它 能不能夠fee我這個Purpose 來衡量它 但如果沒有找到這個Purpose的話 那當然就很容易變成不是你在滑手機 而是手機在滑你 但這樣子的情況 所以不管是透過像永續發展目標 讓小孩知道說 那群人類在2030以前 有17個共同的Purpose 有沒有哪個跟你比較有關 或者是任何其他的去刺激它想一些 很難明天就解決的問題 因為很簡單的造就原來都解決了 所以這是一些真的很困難的問題 那這樣子的話 那你的小孩 念學生的Purpose 可能就可以用很久 像怎麼樣透過網路促進呼吸 到現在都還是我的研究題目 就是等於大家付我心碎來研究這個題目 對那這樣子的想法就會變成是說 他自己是他自己的軌道 自己的領域 自己的學習的計畫 的主導 但是因為他的這個Purpose 對整個社會有益嘛 所以整個社會都會願意來幫助他 希望要回答這個問題 那有八位朋友們問說 那對於這一次的公投啊 有沒有什麼看法 這個認識識題啊 再過三天就不會有人問這個 我覺得是蠻好的就是 我們對於很多的題目 有非常多的專業人士 那如果沒有公投制度的話 那基本上就是我們相信 專業人士來做專業上面的決定 但是 絕大部分能夠成案的公投問題 他都不是只有一種專業的問題 也就是說在某種專業看起來 你應該要偷整房 而另外一種專業看起來 也許你應該要偷房 因為他們的價值排序不一樣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 公投的過程就是 要求雙方的各種不同的專業者 都必須把以前可能是一個L型的 就是極少數人了解這方面的專業 大家都不是很了解 就是相信這些專家 你等於B使他們變成換坡 所以變成這樣的一個形狀 就是必須要做很多類似同時課程 這樣子的轉移的做法 知道說每個人都可以找到 比你自己懂一點點的人 然後你手上有足夠多的轉移國的素材 能夠來教導 比你稍微不懂一點點的人 因為每個領域的專業者 到了其他的領域 那其實他也是初心者 那如果他完全用自己的價值 去否定掉其他專業的話 那就會有種不可共量的這個情況出現 但事實上我們還是有一些共同的價值 並沒有說政府方跟反方一定不可共量的情況 所以後來我們就看到每次公投的說明會等等 越到最後就會兩邊再說來我們的價值相同 只是路徑不同等等 那個就是彼此之間越來越能夠共量的這個過程 那舉例來講像2018年就是同婚的那兩個共投 那我們就發現說那四個 就是兩個過兩個沒有過的那四個共投 那我們後來就發現說 因為他可以很強的告訴我們說 兩邊其實可能很多是不同的世代 但是其實共同的價值嘛 都是覺得說有穩定的持續的關係是非常重要 那唯一不同的是什麼呢 就是說比較年輕的2018年以後等結婚的時代 對於結婚的見解是就是兩個人的權利一無而已 跟別人的關係不大 那2007年以前儀式婚姻比較為主的時代 那他們覺得結姻才是真的嘛 就是兩邊家族結姻 這兩個人是代表而已 那所以這是兩種不同的婚姻觀 那後來我們的同婚就採取了結婚不結姻的 這樣子的一種態度 就是說在同婚成立的時候 並沒有連帶成立姻親關係 那也不需要發明什麼兒婿女婿什麼型的親屬稱為 就是整套關於姻親的這一套東西 不受這個同婚所影響 那往這個同婚這邊我們就說 專法由於民法對不對 所以就是說實際上 它的權利義務上面也沒有真的有什麼損失嘛 所以這個情況下 我們就看這樣子一通過之後 本來可能雙方有點不可開交的 但是到現在整個接受度 都比2018年的時候多很多 那就是因為在這個公投討論的過程裡面 雖然這個衝突很距離好像地震一樣 但是每次我們防針結構做得好的話 地震完之後 雨傘就會往上一點點 每年會漲洋三公分 所以不斷上漲洋洋星空 所以就是說公投我覺得 就是一個正常能量釋放 這樣子一個過程 正常能量釋放之後 那大家都有凝聚到一些共同價值 那我們的整個社會對於這件事情的討論 那就都可以是站在 不是只有自己的專業的立場 也是其他人的專業 那你變成一個至少半專業者 這樣的立場也可以去選那個角度 然後來講你自己本來持守的一些價值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社會的教育的一個過程 好 那學老師想要問說 請問政委 你覺得在目前國民義務教育當中的語文教育 可以留下來的是什麼 以及需要改變的是什麼 這個因為我12年國教課 剛剛課發會 我2016年入閣之後 那個我就沒有繼續進課發會了 不過我在課發會的時候 已經就是想要改變的都改變 新的 新課綱我覺得最好是什麼 就是它的留白的地方蠻多的 我們以前 我小的時候 國立變異館的時候 是剛新課綱 大家都知道 這每所學校是國立變異館的執行者 那但是 到 九九已經變柔心一點了 到新課綱變得更柔心 就是說 我們在當時做總綱的時候 看沒有永續發展目標 聯合國還沒有通過 那我們也還沒有新的這些雙語國家 什麼的這些政策 但是 就是與其是說 那我們又等十年 然後又再過一次這個課發會課程會 我們不如就是實際把校定的 把整個必修選修 加深加廣自助學系等等 這些本來以前藉由在社團 或者迪華捷克或其他地方 才能夠補習班 才能夠做的一些事情 然後我們去授權每個學校的課發會 在他們的學生跟老師跟家長等等的朋友 都能夠同意的範圍裡面 那我們就把這些助導權交給大家 不管要看哲學課 還是電競課 還是什麼其他的課程 只要你能夠扣合得了素養 那大概都沒有什麼問題這樣 所以我覺得最主要的就是 需要留下的就是這一篇留白的空間 然後讓大家都能夠想出 新的教材教法的時候 那透過各位像今天這樣子的努力 能夠快速的把創新傳播 那我們當時在做總綱以及各群科 各科目的時候 主要就是先把這個共同的價值 就是素養的部分把它狂定 但狂定之後 到底要怎麼達成這些價值 就好像有續發展目標也沒有說 你要選什麼路徑達成 那這個精靈牌方還一樣 那這個就完全是靠大家的創意 所以我想這些比較大的一些決定或貢獻 當時在課發會大概都已經做到了 那因為我後面就 尤其這兩年被徵收去防疫了 所以這部分我就比較沒有參加現場 所以就只能就這個原則來稍微回答一下 好 那有其他朋友們問說 因為停課不停學 開啟了多數學生跟教師的數位學習的初體驗 然而網路對學生來說 用途上仍然是社交高於學習 而數位的互片也讓各式的偏差行為 或者霸凌轉移到網路的社交軟體 請問這樣你在生活教育上出了口頭 上面勸導之後 還有什麼方式可以讓學生更謹慎 在匿名底下的發現行為 或者讓學生更體認網路在吸收新知的價值上面 高於批評其他人 對這個是大哉問 其實最主要的就是讓他知道有一些 我們剛剛講pro-social social media 親社會的社交網絡 而不是社交媒體 而不是anti-social social media 那舉例來講 像Slide 5 就是一個pro-social social media 你在上面 就算你對某一個問題 你想要人身攻擊批評他人 你根本沒有回覆案 你又可以案 根本就是做不到 對不對 你看到一個問題看不順眼 你唯一的方式是 問一個比他更好的問題 然後跟你也做年幼事的拉票 你沒有什麼別的選擇 對 所以就是說這個空間本身 就是他只有 比較pro-social behavior 就是對大家 比較親社會的一些做法 那如果是洗版啊什麼之類的話 因為他根本沒有多的空間 可以讓你洗版 那別人只要不按你讚 甚至我也不會看到的這個情況 所以就是說在這個空間裡面 就我們花了很多時間 包括他的翻譯 因為這個中文翻譯也主要是我翻譯 這一些引導的字眼等等 那不管是用他來投票 用他來做brainstorming 用他來做像現在的激吻吉他等等 大概都是讓大家注意 能夠凝聚在觀光價值上 而不是在彼此被分化 或者過激的這樣子的情況裡面 那當然像我們剛剛講到這些 聯署平台啊 這些做法 其實都是這種比較pro-social的這些場域 所以第一個是說可以介紹說 有這樣子的場域可以使用 那等到他就是形成了一個比較pro-social的這個網路上面的習慣之後 那他就算去用一些比較anti-social的像Facebook等等 那他也可以就是帶著比較好的習慣回去 而不是說好像他一定要被這種好像 Facebook我常常說他是很像在數位時代裡面的那個mine club 就是說進去的人就是身手不見物質 就是煙霧瀰漫 然後都是賣一些有成癮性質的飲料 然後這個隨時都有爆掉這個 一不小心就被請走 那因為音樂開得很大聲 每個人都得大聲吵才能夠被其他人頂到 那隨時都會被打斷 很多有些紅色的那個就是 還有幾個美肝的訊息等等 這樣子冒出來 當然就是說Facebook比起他在最糟的時候 就2017年其實已經有些改善了 那但是他因為一開始是就是要刺激你 不是不是賣酒但是賣廣告 其實是一樣的東西 所以他一直都還是保留著一種 好像抽二手炎的公開的那樣子一種感覺 就是讓大家在煙霧瀰漫的地方 然後不小心就吃飲 然後就可以多買一些東西的情況 所以如果就是 這其實就是大家都對焰害方吃法應該很了解 就是如果是小孩他真的是成年人了 而且也都有一些良好的健康習慣 包含心理衛生習慣之後 那他再去決定說 他跟這些物質的關係 包含喝酒等等 那這個時候比較不會出偏差 但是如果這個小孩 他出生喝的第一口飲料就是酒 或者是說就是香菸的話 那這個是非常困難的 因為他就會覺得說 本來就應該是中高成癮性質的情況 所以我是覺得說 真的就是找一些比較Pro Social的 剛剛講線上互動的這些空間等等 我今天並不是特別要賣 Minecraft 或者是賣Slider之類 但是確實是存在這些比較好的 或者比較親社會的空間 那盡可能的讓學生在這些空間裡面 理解到就是創作的意義 而不是只是批評其他人而已 那這樣吧 等到他真的回到像Facebook等等的情況的時候 他也可以形成比較建設性正向的方式 那當然因為Facebook也知道 這個全世界已經快要把它當一項眼公開看了 所以他們最近就改了名字 就叫做Meta 那所以這個就舉出了一個新的概念 叫做元宇宙 那但其實元宇宙並不是一個全新的概念 它是來自很古老的一本科幻享受的Snow Crash 而是我小時候很喜歡看的享受 那我在2016年剛入閣的時候 其實就以共享現實 就是Share Reality 我有主要的概念 有策劃一系列的就是在共享現實裡面 盡可能讓大家彼此互信的一些 實驗形式的一些做法 我覺得像當時我在巴黎 還沒有回國上任的時候 那當時公視就找了很多國中生 跟好像有一位小學生 那他們就把自己3D建模 那建模之後呢 我就人在巴黎 但是我把自己的身高 縮小到跟這些學生一樣的身高裡面 然後在他們比較舒服的環境裡面 從他們的那個角度去跟他們對話 那這個在實體的現實裡就很困難 我就算就是蹲下來 然後怎麼樣 大家都會知道說 其實平常我在移動的時候 還是會仰望的這個情況 但是如果我是真的能夠設成屬體 從他們的身高 他們的高度 他們的體驗裡面 去看他們的環境的話 那其實我們討論起來 其實他們的那個主動性就變得很強 因為他們不會覺得說 你是大人 我要仰望你的這個情況 那之後也還有跟 應該也是高雄這邊的一些學藝術的朋友 也有就是全球其他的學藝術的朋友 也有試著去把我們所在的空間建模之後 去找這個空間的一些長輩 然後把他們也3D建模之後 然後在3D裡面用一些逆領技術 讓他們可以就是變成比較年輕的樣子 那這個也不是只是他自己走在記憶回廊裡面 而是他可以擔任好像就是相當一樣 然後就帶著現在的年輕人 那他也是年輕人的這個狀況 然後走進他的年輕的時候的狀況 那當時做了很多這種概念性的策展 那大家可以發現說 這些都不是空想的現實 就是不管是走進小學生的身高 還是走進長輩的年輕時候 然後這個都是實際存在的reality 只是我們透過一些技術 讓他這個實際存在的reality 讓別人更容易進入他 而不是變成說 好像他的表達能力如果受限的話 沒有辦法一下子就讓大家知道說 他的感受是怎麼樣 所以他對於設身處理 具體的感受真的是非常有幫助 那在事實裡面最重要就是說 我們用的這些技術都是開放的技術 就像剛剛講的是 抄襲也沒有人會告訴我們的那種技術 那這種技術才能夠確保說 我們不管是對於剛剛講身高啊 身影啊互動的方式啊 等等有什麼安排 那是按照所有的參與者的這個做法 而不是說某家特定的公司 不管他叫Facebook還是媒體 來設定我們人跟人之間互動的方法 那這樣我覺得在真正意義上 是比較多元的宇宙吧 不會變成好像就是二元 就是你有Facebook帳號 沒有Facebook帳號 那兩個宇宙而已 那所以這是第一部分的回應 那第二部分是關於比特幣 我對比特幣是覺得 它是當然一個很好的demonstration 就是它讓大家可以看到說 你不一定要一個單一的 所有人都相信的單位 而是一大堆的人 然後彼此之間不需要非常彼此相信 一點點彼此相信就可以了 在情況下 你還是可以去維護一個很好的 共識形成的一個環境 不需要大家都把 就是注意力跟信任全部都集中到 像中央銀行這樣子的地方 那當然比特幣有它自己的問題 大家可能都知道的是 它會導致非常多的燃眉 它對環境的友善的程度有限等等 所以我最近也 這幾年大概也沒有花什麼時間 在比特幣上 那我是有跟另外一個 叫以太方 就是Vitali Boudin 他是以太方的共同創辦人 那他就是我剛入本的那個Vitali Boudin 他就跑來台灣跟我聊天 那我就跟他提到氣候面前 等等的事情 那後來他們就決定把以太方升級 應該明年年初會完成這個升級 到2008 Vitali Boudin就是 需要燒很多店的這個做法 變成是只要燒到 可能千人之一不到的店 就是用這種比較永續的狀況 不要透支這個後代的環境 來讓這個這一代繁榮 比較永續的做法 所以當以太方也好 其他的秘密 然後完成這個永續轉型 那我覺得我們在公共服務上面 去採用他們的這個架構 正當性就比較高了 我們現在如果硬要採用一些 就是會造成非常多的 就是文實氣體排放等等 這個infrastructure 我們自己都說不過去嘛 所以我覺得這個永續轉型 然後在轉型的過程裡面 讓他每秒鐘能夠處理的 運算量能夠再增加 我覺得這兩個關鍵的問題解決之後 不一定是比特幣或以太方 但是這種分散市場的基礎 應該有更多 可以在我們公共服務裡面 運用的地方 希望要問到這個問題 我發現這個回答一個 就會冒出兩個 所以如果排名比較後面 按讚不夠的 可能就沒有辦法回答我 很不好意思 但我都很感動 有其他朋友們想要問說 鄭偉好 今天該如何鼓勵自學生增加他的信心呢 因為我所接觸的高中的自學生們 最後沒有進入大學升學 擁有專業能力的他們 步入職場之後 原來對於沒有漂亮的學歷 這些事情感到不自信 感到迷惘 那這個問題有一個 比較福利仇心的一個環境上面的解放 就是讓他可以不要受到他的家長 在18到20歲的這個過程裡面 一定要Push他念大學的這種 就是 什麼叫什麼 Negotiation 就是談判地位不對等 對的這個情況 那就是再過一年多之後 18歲就成年了吧 那18歲成年的意思就是說 家長就只能像國外的影片裡面那樣 如果想要他去念大學 好好地跟他講 那但是就是他也不一定要理這個家長 那在目前的情況是因為 他沒有享有成年的權利 但是要服務成年的法律責任 的這個情況不接的兩年 那在這兩年裡面 尤其是如果他真的決定 在這兩年不要念大學 可能像英教育部的什麼存折 這類的這種計畫的話 那他等於 不只是他的家長 他extended family 因為他 在他們的腦裡 還是未成年的情況 而且民法上 也真的是未成年的情況 所以就變成是說 他還幫自己 Defend他自己那個底氣 要非常的足 那這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是覺得18歲成年 在這一點上面是很重要的 就是要大家知道說 高中念完就是大人了 那就是成人 成人就是自己做的決定 那其他人就是可以好演想圈 但是不能夠再用這個 你去簽約還要爸媽背書 跟你做這方面的談判 那當然我自己的期望 是說再過個幾年之後 等到18歲成年 變成一個常態的 大家都接受的情況的時候 那高中之後 可能就是會去念大學 就是像剛剛講到 已經有一個purpose 已經有一個研究題目 他很清楚他要在大學裡面 去研究什麼 他要對學術提出什麼貢獻 或者對一個技術提出 一個什麼樣子的貢獻 那除非是這樣子 不然的話應該是說 那18歲之後 那他就先去社會上面 去找他能夠理念的地方 然後就像念EMBA一樣 就是他一旦覺得 他需要管理能力技術 能力學術能力什麼時候 因為大學還在那邊等他 所以是那個好像是ZipZack 這樣子就是 他可以回到學校好幾次的情況 那我覺得這個也會讓他 對於大學的這個關係 會變得比較好 因為我自己在大學旁聽的經驗 因為我是一國中中所 幾乎立刻就開始去大學旁聽 就是只要教授覺得他在研究的事情 你也有研究的興趣 他根本沒有在管理幾歲 所以你年紀比他大也可以 年紀比他小很多也可以 因為對他來講就是研究的同償 但是如果進去大學的時候 是因為家長要你進去 但是還沒有研究題目的話 那其實是有點要花教授的力氣 來啟發你的學習動機 那這個時候 單位世界能夠學合的東西就不一樣 那因此剛剛講的那個成就概念 就不一樣 所以我會覺得說 這個是一個新的一個norm 那我們看其他國家的經驗 大概成年就是年齡降零之後 大概要四五年左右的時間吧 整個社會才慢慢能夠調整到 這個新的就是more about age 關於就是年齡的基本的常規上面 所以我覺得這一段轉型的時間 是大家可以一起努力的 但是我基本上還是滿樂觀的 也很高興看到就是18歲的產品 好 那薛老師想要問說 說已經是時代喔 那學生透過訓練實境已經訊息 可以吸收非常多的資訊 但是這個部分也漸漸成為 學生學習的趨勢在那樣的現實之下 請問紙本的閱讀 跟文字的閱讀 是不是有它值得推動的價值喔 應該這樣講就是 我們就算是在學生實境裡面 你還是當你要進行比較抽象的思考的時候 還是沒有辦法離開文字 因為我們在腦裡面 能夠同時放的概念是有限的 一個比較凝裂的文字 才能夠讓我們處理比較大的概念 那所以不管是就是文字的運用能力 或者是數學 其實數學也是一種文字嘛 一種數學方法的這個處理方式 他其實說到底都不是為了吸收資訊 而是處理這些資訊 就是形成在自己腦裡面的認知架構 那關於這件事情 就不管是基礎的數學 或者是文字的掌握能力 那對學生來講 他一旦開始創作 他就非掌握不可 但是他如果只是吸收欣賞等等的話 他確實不一定需要掌握到某種程度 所以我才會一直很強調說 盡快的盡早的 讓他進入一個創作者的那個狀況 因為這個時候 對他來講這些抽象工具 不管是語文的還是數學的 就變成他不可活缺的一個 toolkit 而且跟這些的學習東西 也會變得比較align 就是比較在同一條線上面 就是他學到一點 立刻就可以拿去創作一點 但是如果他只是追劇啊 什麼之類的話 確實他就是不求生前 是完全無所謂的事情 就是並不影響他享受那種追劇的感受嘛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還是要盡可能的 盡快的去創作 這個是很重要的 那紙本我不是都沒有才做紙本閱讀啊 不好意思 因為就好像那個我剛剛說 小孩覺得螢幕不能畫是壞掉的 我會覺得一本書不能全文間鎖 它是壞掉的 對紙本真的很麻煩 他後面的那個索引 還不一定是按照我腦裡的那些關鍵字來編 那我如果要有新的關鍵字的話 我不但要寫在頁圓 我還要用書籤 而且書籤一多了 那個color code 我自己都忘記我當時的顏色是代表什麼等等 總之就是紙本是很麻煩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的閱讀幾乎本來就是有研究 全部都是在螢幕上面讀 我之前甚至有說 那本書已經絕版了 不可能有漸字書了 我還有把編拆下來 全部丟進那個掃描器裡面 然後跑那個文字辨識 現在辨識率都很高了 然後就硬生是把它加上全文間鎖的那一層 那當然Google Books也有在幫忙做這件事情等等 所以對我來講 因為我不是看單本書 我是有一個概念 透過這個概念找到關鍵字 透過關鍵字找到所有跟這個相關的書跟文獻 我只看書跟文獻裡面這個關鍵字上下的段落 然後再去按照那個citation 我如果有看不懂的話 再去追它的reference之類 所以對我來講 我並沒有這個書的開始跟結束 絕對沒有什麼封面看到封底這件事情 當然除非是小說啦 那鈴鐺別論 non-fiction的話 我是絕對沒有什麼封面看到封底 就是書都要用事隨便找 對我來講 所有的書都是連在一起的 那這個情況之下 就是靠關鍵字 靠剛剛講到的hashtag主題標籤 去把包含這個書的作者 他最新的在Twitter上 在他的blog上 在哪裡貼了什麼 也都變成這個書的intertextual 就是護文性的一部分 那這個是我一向的讀書的方法 因為我讀書是為了要創作 那創作就是要找到這個書當年的創作者 那個創作者就算不在了 只要在討論關於他的事情的那個社群 那就是我belong的那個社群 所以我其實沒有在做資本閱讀 但是我會完全不做資本閱讀 又有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我從很小的時候 大概十幾二十歲的時候 那時候開始有pump pilot 就有這個手寫筆 那直到現在就是我所有的手機 從當年shopsaurus 到現在note到apple pencil等等 大概都是一定要有筆 沒有筆的這個隨身助理 都是不使用的 那為什麼就是 我必須要就是一面話寫寫字 那我才能夠去跟那個內容對話 那如果只是完全一為一個的話 我會發現我沒有辦法想太清楚 那但是在這個情況之下 同樣的我寫的字 能夠把它即時辨認成我 未來可以全文接收的東西 也是一樣重要的 因為如果我沒有辦法 對自己寫的文字去做OCR的話 那我後來排版啊 我要引用啊 我要做創作啊 都非常的困難嘛 那當然現在的這個AI 都已經很好了 就算我使用右手寫的 我自己都認不出來的字 他都認得出來 這非常的厲害 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 我跟那個書就可以有很好的對話 所以我會覺得說 這是遲早的事情 可能過了十幾二十年 大家都是像哈利波特裡面的那種報紙一樣 就是 所有的報紙 期刊雜誌 可能每個form fact 大家家裡都只有兩三本 那怎麼做呢 就是這個雜誌新的東西的時候 你就按個鍵 然後它還是紙 但是電子紙嘛 就整片變成新的內容了 這樣 所以我們還是有一個紙 然後用筆句跟它對話的那種經驗 但是就不會再有說 你沒有辦法全文件的索片化超連結 等等的這種 受到它的 就是那種類比的基礎 所狂定的這個情況 所以 對我來講 應該就已經是這樣子的習慣 那 未來隨著電子紙技術 可能是電子紙技術 大家不用一直在大片玻璃上面寫字 那個確實是 就是感覺有點奇怪 那慢慢都會變成是 我們可以保留本來甚至是書法 什麼的手感 但是 事實上就是什麼東西都可以互聞 然後都可以全文件錯的情況 希望回到這個問題 好 那有 九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當時定定數位底下的語言教育 是想要跟大家談什麼內容 當然是電子紙 沒有啦 沒有 什麼都可以談 所以就是看大家感興趣 是什麼 那我就用我的自己的經驗 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好 那我們剩最後 不到60秒 那最後一個問題 王沈欣老師 這個感覺上是可以開三天的研討會的問題 這個 給我這個30秒 好 請問這個 台灣未來的所謂國語文教育 將何去何從而在集中式外語的情況下 勢必將造成失衡或偏重驚嘆 又在去中國化的思考模式中 我們該如何走出 屬於台灣的國語文教育的這種特色 這個確實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那我自己有參加過 劇作有不少 特別是比較偏向的 這個學校都常常在用的 教材教法 裡面的一部分叫萌典 這個大家可以看到 作者唐豐 拋棄所有的權利 就是丟到公眾領域裡面 所以任何時候你說 你做的 我覺得不會很高 那這個情況 對 那我是從這個project 2013年開始 我就所有的作品都是 好像著作權法 我死後75年這樣子 就是隨便拿下去使用 包含肖像權 這個客委會要拿我的照片去說 有什麼唐豐過台灣老婆 什麼東西 也是客委會的自由 對啊 因為他知道我絕對不會高 對 那所以因此 對啊 我就因此整個學了很多 客家話的諺語 因為跟客委會合作 然後 這個台語的諺語 然後包含這個 各種這個同時異名 同名異時 等等的這些 這個是跟當時的文總合作 之類之類 所以就是說大家可以看到說 我們在這個概念裡面 其實真的是雙語環境 或者說多語環境 就是每一個概念 概念組 它是很自然的去連到 英語、法語、德語、台語、科語 兩岸詞別等等 這種情況 那我覺得 這是台灣的特色 因為我們畢竟 就是國家語法案法通過 我們有20幾種國語 包含台灣手語在內 那我們又有非常好的 AI的研究能量 那以至於到現在 指揮官的記者會 或者一些地方政府的記者會 高雄好像也是嘛 已經是完全AI聽打 在這個狀況 那AI聽打也就表示 可以AI自動翻譯等等 情況都會出現 所以就是一種很舒服的 多語文的這種環境 我覺得是台灣的一個 教育的一個特色 那在這裡面 我覺得並沒有什麼 適恨或者偏重的問題 因為就像剛剛講的 大家如果都已經很習慣 任何一種語言 它搭配另外一種文字 的書寫系統 你現在如果不會的話 書都用時隨便找 隨便都可以找到一些資源來學會 那我相信 就是台灣的新的一代 那就不會有這種 好像是要去什麼 去什麼話的思考模式 而是它可以 就是去那裡 然後再去另外一個 不同的地方 不是去處的意思 而是很容易再悠遊 在這些不同的文化當中 那今天就先回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 非常謝謝政委 那真的 因為政委要搭 搭那個4.55分的高鐵 所以 我可以開放最後一個問題 沒有了 OK 好 好 那今天非常開心 因為 今天我們 教育局的贊助學 來這邊 我剛剛有忘了先介紹 他是我們國語委領域的組長 那我是國語委領域的召集校長 我是集體國中黃校長 那非常開心 那我們是不是再給我們 正委一個熱烈的掌聲 謝謝大家 謝謝 好 那各位夥伴 非常謝謝今天大家下午的參與 那因為現在時間很寶貴 所以 我們接下來時間的就是 我們會邀請政委坐在那邊 然後我們就是要拍一張團體照 對 然後那個 等一下再 拜託那個工作人員 給我們一個機會 自肥一下 因為我們真的為了這一場 真的是 接到很多關係電話 然後就是我們大家拍完了 工作人員拍完之後 我們就開放大家拍照 然後就只能拍到25 我很兇喔 就25分 好 那我們就是先拍一張團體照 走吧